大家好,我是三苗斜桃桃上岗 我这期节目是在清明节录的 就不祝大家快乐了 讲到清明节也算是一个传统的休假日 也是有一天休假的 但是这一天网上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瓜 说是成都电科大 一个电科员工在微信群里面对领导 怎么回事呢 清明节需要安排两个员工加班 提前一天啊 这个小领导就把这事吩咐过去了 然后说谁如果自愿报名就报名 谁如果不报名我就来指定 到最后没有人来加班 他就来指定 就指定了这位陈姓员工 结果没想到陈姓员工爆发了 那有人说这算不算00后整顿职场 这位陈姓员工是不是00后 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他说的很多很多的话 把这个底下的小喽啰给怼的 一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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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节节后退 最后只能说是我截图 告诉公司的领导 为什么不说老板的注意 这个是国企中国特色啊 那上下行政级别 很分明这样的一些东西 无非就是你看我们这么辛苦加班 也没有什么报酬等等等等 这都是一些算是在中国职场上老生常谈的cliché啊 就是这种陈词烂调了 你加班不给加班费 既要马而跑又要马而不吃草 结果公司领导最后出面 把这事给解决了 上个月三月 凡是加班48个小时以上的4月6日 有一天的带薪休假 然后说公司大家都应该像家一样嘛 所以你看这位小哥说的就算是怎么怎么着 那也是为了公司好吗 你看就像当年唐太宗魏征这种关系一样 你看你看这就是领导的这种想法 我之前一而再再而商量的时候 我千万不要把中国的很多很多的领导 想的过于高明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看着资质通现 那谁啊资质通现看了那么多遍 天天就会整人对不对 天天就是君君臣臣富富子子 这套玩全术可谓是玩的非常转 那唐太宗魏征那是什么关系 君臣关系 唐太宗如果不高兴可以把魏征给杀了 可是您这个领导跟员工理论上讲 难道不是人格平等的关系吗 至少法律上讲 是不是人格平等的关系呢 对吧 这位陈姓小哥一说之后 一大堆人表示要辞职 对不对 为众人报心者不可使其动辟于交野 然后一大堆人表面上去支持他 到最后呢 这位陈姓小哥辞职了 然后一堆人只能说他怨他虔诚自己 这就是一个在中国职场上发生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 所以讲到这里 您就明白为什么中国所谓的一些老祖宫的智慧 枪打出头鸟 出头的船子鲜烂 那是因为整个的这个屋子里面 周树人鲁迅说过 整个的屋子里面空气太乌罗 简直这些人要死了 有人说要开一盏窗户 不行 这个人说我要把屋领砸了 这个时候他才能够让这个开一扇窗户 当然鲁迅光说了一句就是 让把屋顶砸了这个人 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看到没有被开除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你要说起来这个事情 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方面 为什么这个人到最后的抗争 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以失败告终 而且中国没有工会 比如说三秒 你在造谣 中国难道没有工会吗 你也知道中国的工会是什么样 跟那种外国那种工会 那个是两种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是没有这种工人的这种团队 跟资方去进行谈判的 再说国企嘛 对不对 你怎么能说是资方呢 胡叼盘 华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也在清明的时候 哎呦 真不容易 趁着他休假 还能发一篇文章 说国企当中 这种对员工的压榨 尤为厉害 对吧 怎么回事呢 因为国企很多人会觉得 我是有编制的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找这样的一份工作不容易 之前我一朋友绍兴的 电力局 他说这个地方 十年进一个人 十年出一个人 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待的挺舒服 那既然你待的挺舒服的话 我怎么压榨你 我都默认 你是不敢离开 这个所谓的岗位 不敢离开这样的一个职位的 所以压榨人变得 非常非常的心安理得 这个连胡叼盘都觉得 这事做得过了 那你想想 这事算不算做得过了呢 对不对 当然 那我感慨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神秘大国 我们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国家 对吧 就是总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 就是国外很多很多的东西 到了这里之后 总会变质 还是周书仁说的 中国是个大染钢 国外的很多东西 到了这里都会被染色 你要说这种自愿加班这种东西 在这个国外的这种高科技企业里面 有啊 对不对 悬赏制度嘛 对吧 公司遇到了一个技术的难题 不一定是技术的 可能是这个日程安排上的难题 谁要是完成这个了 有重赏啊 要么就是赏钱啊 要么就是赏竞争的机会 要么就是赏带薪假期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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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您看到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就是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你加班没有报酬 而是必须去加班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个的本质在于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想让一个人做一件事情 有几种选择 要么是这件事情对他有利 那他会做 这个利益很大 比如说那个地上有一分钱那种啊 要么就是他不做这件事情 会对他有害 而这件事情对他害处非常大 他不得不去做 这是两种 那么第一种是对于自由人的激励之道 第二种是对奴隶的激励之道 那正所谓人是趋利避害的 我个人是不太想在很多时候 把趋利和避害给混为一谈 自由人避害这种事情 应该都已经基本解决了 所以我要去趋利 而你奴隶呢 你很多时候你不要跟你说利了 你是要避害的 想想那个秦朝的法律 后世是怎么说的 举手挂罗网 动足处极限 哎呦 我动不动我就违法了 对不对 那我怎么样才能去避害 弄不弄 我就罚你罚你罚你 轻罪重罚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 从法家诞生以来 是非常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 所以你看 如何激励员工做事情呢 对吧 那国外硅谷的很多企业 是基于自由人 这样的一个考量 但是这些激励其制 为什么到了国内就变质了呢 因为本质上啊 国内还是把这些员工当成奴隶的 你说都没有钱吗 对吧 那个你再努力干一干 员工那个那个老板的那个保时捷就能换法拉利了 你说都没有钱吗 这个是不是的 而本质上还是把员工当奴隶这样的历史惯性 你说他是公义的吗 还是他是无义的 这个实在不好说 不过您想想咱们国家这么长时间以来靠着民工扶摇役 弄出了长城 弄出了大运河 这些东西在历史课本上 那叫标秉史册 公载千秋 所以很多人从骨子里不认为 把员工当奴隶 这样的行为有什么不妥 当然把人当奴隶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要限制他的自由 让他没得选 这个东西在中国老祖宫的智慧里面 也是有的 对不对 力出一口骂 对不对 我之前讲过这个东西 所谓的管重陷阱骂 所以说要让员工除了从这个主管这边得到好处之外 你从其他地方再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这就是所谓的育人之术 很多人把这玩的炉火纯青 但是如果把这玩的炉火纯青 你也就不要怪 为什么公司整个升上去的人全都是那些坚硬小人 如果你把这套育人之术玩的炉火纯青的话 底下的员工是没有别的这种autority 没有别的选择 看似智能死心塌地的跟你走 但是他们也就变成了奴隶 可能有的奴隶变成了奴才 有的奴隶变成了很不甘的奴隶 但是奴隶终究不是自由人 所以百度终究就是那个百度 他成不了谷歌 所以比亚迪终究就是那个比亚迪 他成不了特斯拉等等 等等等等 所以看上去是一个加班或者996的小事 本质上还是把人当什么去对待的问题 这个话题看起来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历史的惯性如此之强大 我相信我包括看这个节目的诸位 可能这辈子都不太会看到这个惯性被消除的一天 但愿是我悲观了吧 行 今儿这个话题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